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股市上涨了0.8% 今天早盘呢美国股市外盘开盘之后继续上涨 那么A50开盘呢是上涨了0.23%高开 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昨天又发布了利好的消息 就是说中美谈判呢又受到了一定的利好 双方又开启 那么在关税方面达成了初步的一致 那么对过去的这个相互征税 目前呢基本上就确定了是要取消 或者是甚至是要退掉之前多收的一部分税款 那么整个10月份或者是9月到10月 那么中国呢是处在一个建国70周年的一个红利 政策红利上 那么政府呢应该在逻辑比较合理的基础上呢 会对金融市场股票市场 做出一定的政策利好推持 希望能够让整个中国的股市 包括股民散户都比较开开心心的 大家一起过这个70周年的大庆 所以呢政策红利对任何国家尤其是中国来讲 它是比较明显的 大家要把握住目前关注China50 香港恒生50指数两边的交易机会 那么除此之外呢 黄金价格是回落至1500美金附近 澳元对美金呢 依旧是在0.6860附近徘徊 股票方面的话 AMP呢昨天上涨幅度还是不错的 虽然呢这个大家对AMP的股价也产生了一定的分歧 包括对APS等科技股 事实上呢任何的股票都不可能一直上涨和一直下跌 那么我们呢就是在该买的时候买入 该卖的时候卖出 那么这两点呢其实是做金融投资最重要的 其实股票无所谓好坏 只要我们能在交易中赚到钱 那么对我们来讲 这一笔投资呢就是成功的 所以呢我们经常会以生活举例作为投资 那么在买什么时候买股票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把它感觉出 感觉成为这个去超市买东西 大家晚上呢回家之前要想一下今天要做什么饭 去超市逛了一圈 结果发现英桃比较便宜 所以呢本来不想买这个饭 不想买英桃 但是实际上看到价格比之前的9块钱一斤 现在变成6块钱一斤 所以呢大家可能手一仰就买了一点 买股票也是类似的 基本上呢我们普通散户买股票都是跟过去的价格做一个比较 如果呢股价从9块钱跌到6块钱 大家觉得是不是比较便宜了 可以超低买一点 大部分呢中国华人都是有类似的投资的想法 投资的这种逻辑 还有一点呢其实大家一定要关注 就是说它的价值到底是值不值这个钱 比方说英桃的成本价呢可能只有一块钱 你去别的地方买呢它就是一块钱 但是在这卖了6块 所以呢它的价格是远高于价值 即使它价格比之前要降低了 所以呢我们要关心的不仅仅是价格在相比于过去 还要相比于公司本身的价值 这两点都要考虑 另外呢假设我们还是逛超市 晚上有朋友要来 那么朋友想吃鱼 但是我们不了解怎么做鱼 从来也没做过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相当于是我们买一只 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股票 比方说NAN 那我们做鱼的时候会怎么办呢 朋友特别想吃 我们就上网查一查 看买什么样的鱼最简单 到底是蒸还是炸 哪一个方法比较适合 所以呢买股票也是这样 在同样的你不熟悉的一个行业里面 都是海鲜产品 对吧 都是科技类板块 那么你选一个相对你能了解 你觉得业务比较简单的 不要搞得那么复杂 一个公司做几十个业务 你也了解不过来 那么可能他只做一两个业务 了解起来比较简单的 那么这样的股票 我们就可以继续跟进 那么吃一个鱼还不够 不可能一顿晚饭只有一个鱼 我们可以再逛一逛超市 看看有没有什么 羊肉又便宜了 比上个月羊肉便宜了 同样是肉比牛肉还要好 所以呢买了羊肉 我们再看看买 要不要买一个土豆 土豆炒羊肉 所以呢它会作为一个 就是说招待朋友的一个 简单的满汉全席类的这种感觉 你不可能一个菜招待你的朋友 我们做投资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所有的资金 都压在一个股票上 那你的风险太过于集中 风险进行一个一定程度上的分散呢 其实呢跟我们的生活 还有就是说息息相关 它是最简单的一个 降低风险的方法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再看一下中国方面 昨天的香港股市 大幅上涨1.78% 盘中突然上涨 主要的原因是中国香港交易所 想要收购伦敦交易所 这个听起来很夸张 价值2000多亿港币 接近3000亿港币的收购额度 我们觉得这个事情不一定能成功 但是伦敦方面呢 给出来的消息呢 就是说可以考虑 这样的话香港股市整个板块 整个股市大幅上涨 再加上今天这个中美双方的谈判 又有了新的进展 那么进一步刺激股价的上涨 所以呢正色红绿 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如果是手机 能够看到这条新闻 马上第一反应就是 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什么 能够让我的资产资金多一点 同样的消息在过去 我们可能需要从机构那里知道 打电话才能知道 并且还需要有什么500万以上 澳币的投资额度 机构才会优先给我们打电话 但是现在呢 我们手里大家都能随时看到新闻 一定要及时的把这个新闻 转化成生产力 转化成我们最终的获利 还有一些朋友总是喜欢问我们一些问题 但是从来没做过交易 问了半天也不做 其实呢这个有点像我们 在这个小朋友 一直是看着一个苹果特别想吃 但是一直问我们苹果是什么味道 怕比较酸又怕比较苦 那我怎么跟他解释呢 我说这油的苹果是甜的 其实呢你跟他说什么味道 他永远无法理解 因为他没有尝过 那我们做投资也是一样的 小朋友如果是前两个苹果都是酸苹果 吃了第一个是酸的 第二个又是酸的 他可能从此放弃了 就认为所有的苹果都是酸的 做投资也是一样的 你在第一个股票 第二个股票上亏损了 很正常 那么如果你从此不做投资了 你就会认识整个股票市场 进去就是赔钱的 所以呢一开始的观念 我们要做的比较合理 要理性的去对待整个金融市场 它就跟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 你甚至吃苹果 都有可能吃了一个坏苹果 对吧 但我们不能说所有的苹果都是坏的 这样的逻辑就不成立 当然了如果我们作为一个资深的 吃苹果的人 可能三五年之后吃下来 吃了几百斤苹果 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个苹果甜不甜 唯一闻味道 就知道这个苹果熟没熟 看颜色就知道这个效果怎么样 有没有是一些比较值得 甚至还可以把苹果做成苹果汁 对吧 那么你的策略 就会随着你的经验的丰富越来越多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值得去学习和做的事情 还有最后一点呢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为什么金融对国家来讲这么重要 金融呢 其实通过三个方面 大方面影响我们国家和居民生活 那么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通过汇率影响 比方说现在呢 我们是出口企业 对吧 我们就希望澳元越来越低 越低越好 这样的话 别人买我们的产品才更多 国际上的买家 同样对比澳洲的矿额 巴西的矿 如果澳元贬值10% 相当于是澳洲出口的提款石的价格贬值10% 所以呢 汇率是直接的贸易战的武器 或者说是这个金融战争的直接武器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股票市场 金融的股票市场 不是我们老百姓想象的 我炒点股 赚点钱就那么简单了 对于国家来讲 股市的好坏直接影响 一个国家对于国际资本 优质资本和企业的吸引力 我们看一下香港 为什么这么想收购英国伦敦 一旦收购成功了 它将会成为全球第一档交易所 突破超过美国纳斯达克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中国很多好的企业阿里巴巴 都是在美国上市的 凭什么他们在中国赚钱 而收获的这些效益或者收益 股东都是美国人 对吧 美国人可以轻易的去炒这些股票 获得这些分红 但是中国炒不到 中国老百姓买不到 所以呢 股市的吸引力 对于国家 或者对我们普通人的 能不能够买到全球最优质的资产 有着极关重要的因素 所以呢 我们要注意 股票不仅仅是股票那么简单 它更代表的是我们 作为居民能不能享受到 全球资本的一个利得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最关键的是定价权 金融定价权是最重要的 那么我们知道澳洲是比较缺石油的 假设全球70%的石油 都在澳洲交易所交易 那么好了 很简单 澳洲就有绝对的定价权 对于石油来讲 因为我们知道 去年的话 石油价格差点是涨到了100美金一桶 当时特朗普非常不爽 说石油价格太高了 影响美国的发展 直接让华尔街动手 动手的结果 我们也看到了沙特呢 出了一些问题 王子也是被抓了 应该是 那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去年的新闻 那么之后呢沙特妥协 石油价格呢就一路下跌 其实呢这些事情 就是直接影响到我们民生的 影响到国家之间的战略 现在呢也不会说 开着坦克 开着飞机去哪个国家打仗了 那么大家做的就是金融战争 所以呢大家可以通过 现在我们手机能够收到的 这些新闻 国际国家之间的一些 博弈 我们可以看出来 未来三到五年的一些 大的发展趋势 甚至我们能够安排 合理的安排手中的一些投资策略 能够及时的通过政治 然后转发成生产力 转发成我们投资利润 这样的收益呢 其实是最直接的 也相对最有把握 因为政治事件 一般都是直接影响 金融走势的一些事件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全部内容 我们在9月22号呢 是在北区 摩尔本的北区呢 有一场金融讲座 也是我们首次呢 尝试在北区办讲座 地点呢是1号 Cranmore Street 然后呢 时间是11点到下午的2点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 报名链接 点开之后呢 填取自己的报名信息 往期的记录呢 也都在视频里面 大家都是可以去进行查阅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